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宏观粤语新闻 我是刘凤怡 两岸分治66年来有了重大突破 马乘会7号将会在新加坡登场 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 行政院长毛治国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特别前往立法院和国会说明 马总统将当日往返新加坡 坚持两个不的原则 不会签署协议 不会发表共同声明 会后也将向立法院报告 是马总统执政以来第一次向国会报告 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 行政院长毛治国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亲自来到立法院 向立法院长黄金平报告 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7号将会在新加坡会面 这是两岸分治66年来的重大突破 马总统将当日往返新加坡 回台之后也都愿意到立法院报告 这个也是马总统执政七年纪历 首度向国会报告 黄金平希望 马赵会面要秉持对等尊严 面对在野党质疑 马赵会刻伤作业 总统府表示 这是两岸初伤两年来的成果 是不是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居中献线 促成马赵会 父方不愿多谈 马总统预计 在5号举办国际记者会 正式对外说明